苏州的教育是非常卷的 每个家人都非常重视孩子的学习 能送私利的绝不送公利 能进公利名校的绝不进公利的这个派系的 现在这个定居条件放开了 可以直接买房 他也不限购 所以大家来苏州定居买房的时候 一定要保留一方的户口在老家 这样孩子以后高考是非常有优势的 你可以在苏州享受最优质的教育 然后高考的时候 你再回老家参加高考 本地方的老师 他其实也挺负责的 但是总归来说呢 就是相对来说差一些 所以真心奉劝大家 如果要来这边定居的话 一定要记得 千万要把一方的户口留在老家 这样的话以后回去高考 你会发现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 就是就是降位 来苏州定居啊 一定要来苏州的无疆 首先你看这个房价它也不贵 比如像苏州无疆 为什么我推荐大家来呢 你看最高的房价 它也就是两万多 它也没多少三万块钱 嗯一般的房价呢 一万多块钱 你看比起北京比起上海 它就是很有优势的 现在我们就进入苏州无疆的太湖新城啊 整个城市里面全是年轻人 你看这大马路多宽 看这森林多么的绿 这宽宽的马路 你再看这开阔的太湖 得天多厚 哪里有 最高的一栋楼看到了吗 这是无疆的地标 未来会超过东方之文输入的 这个无疆地标下面有个公司叫横利公司 这个横利公司的老板叫陈建华 就是每天开飞机上下班的那位老板 你想想他都住这里 那你可养着这个电话好不好